我們來看到 7月13號我們說要微解封 但是大家也很怕會不會微解封 然後又微封鎖 然後這樣又解又封 我們可不想要這樣子輪迴下去 逆時鐘再加一 原本說7月13號開始的這個 微解封告訴各位一個重大的訊息 就是地方怕怕 所以全島一起逆時鐘 本來前幾天還聽到說 台南的餐廳可以來 餐廳有這個防疫措施的話 可以去內用 告訴大家又不行了 我們來看到原本有開放內用的金門縣 現在政策也要大轉彎 他們的縣長怎麼說 為了避免飛到金門打疫苗的民眾 現在帶來人流的危險 還有後續用餐 因為這些人如果說 他們可能是遊客 或者是沒有金門好友 在金門的話 他們要在哪裡吃東西 想必一定是外面的餐廳 如果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再來造成這個疫情的破口 或者是染疫的風險呢 所以現在他們決定要逆時鐘 政策大改變 這些媒體的報導 以及行政院版本的 這個疫苗系統的 預約系統的跨區預約 導致了這兩天 有一些從台灣本島飛過來 想要打疫苗的民眾 而這一些從外地過來的民眾 到達本地之後 他的用餐一定都是在餐廳裡 他的用餐一定是在餐廳裡 所以我們評估了這個風險之後 我們覺得在7月26號之前 我們還是取消餐廳的內用 還是取消餐廳的內用 這個並不是說是跟著大家 一起有什麼考量 而是純粹評估了這兩天 由外地湧入的 這一個施打疫苗的狀況 好 全台灣現在解封鬧劇 我們說中央是上演甩鍋秀嗎 中央這一下令 那地方都不買單 根本不用說人民了 這些餐廳您真的敢大膽放心的 拉下你的口罩跟陌生人 在同一個餐廳吃飯嗎 還有呢 大家也在討論 如果說幼兒園 在討論解封 但有醫生也說 如果說真的解了 你敢把你的小孩送去嗎 好 我們先來看全台灣 現在剩下離島的澎湖 開放餐廳內用了 縣府現在祭出了一個叫做 申請制 就是餐飲業者 如果說願意來開放內用 必須向澎湖的縣府來做登記 等待相關的單位來核可 對於某些業者來說 這有限制的開放內用 可能幫助不大 甚至有一些澎湖的業者直言 他覺得根本沒用 我們決定採行中央鎖定的 如果餐飲業者 7月13日起 如果要開放內用的話 我們同意在有條件的情況之下 可以來申請開放 也就是澎湖縣政府對於餐飲業者 我們採取如果要開放來申請內用 必須要申請制 那向我們縣府提出申請 那再由我們衛生局還有相關單位的人員 實際到現場這邊來審查 我們會審查他們的這些業者 是不是有確實依照中央鎖定的 那必須有隔板還有梅花座 還有在桌與桌之間 還有客人跟客人之間要保持1.5公尺的社交距離 以及相關對於餐飲從業人員的一個健康管理的一個措施之下 符合相關規定 我們就會同意這些業者 他可以來開放內用 這對我們一點幫助也沒有 因為我們的營業方式本來就不一樣 因為你要做套餐 我們每一盤菜出來要先幫他分好 你要多出那個時間泡那個時間 那其實做隔板這是OK 梅花座基本上雖然少了 可是多少有一些人進來也是OK 可是我覺得分食再去 我覺得客人進來以後覺得說很麻煩 那就乾脆就不用 不用就不用特別出來再吃 就外帶就好了嘛 外帶在家裡吃就好了 我幹嘛在這邊他那麼麻煩 而且他有時間限制 那正好吃的開心的時候 就時間到了 那就該離席的就很掃心的樣子 新奇緣餐 但是 對了 記得